男子将贡品放桌上 左顾右盼后 偷偷掏出自制的绳子 绳子上粘着双面胶 朝功德香里粘香油钱 没多久就粘到好几张钞票 男子把钱拿出来仔细点过 最后煞有其事拿香拜拜 没想到偷窃过程都被监视器拍下 桃园大园一间土地公庙 15号晚上功德香发生窃案 里长和守望乡助队队员 发现男子举止可疑 合力控制他后再报警 你刚口袋掏出一个东西 你跟我说没有 我没有见了 男子谎称自己没偷钱 只有来拜拜 但口袋里的东西一掏出来就露线 这个把它撕开这样就可以去粘 原来男子自制雕竿 并靠双面胶粘粘 把公德香里面的钱粘出来 透过监视器画面确认陈南犯刑 并在其身上查破账款 新台币1800元级翻案工具 偷香油钱的男子 讯后一切到罪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记者刘志展 周梦如桃园 采访报导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